公众网友打游戏 欢迎来到玩游戏 我是CP小编 Akuma 豪鬼 过多一下就要来到Strike Fighter 6啦 大家都准备好玩它了吗 还是准备接受它挑战呢 而说到使用豪鬼的职业选手 一定都会想到那个男人 有豪鬼神之称的TOKIDO 东大 小编就趁着豪鬼就快推出 特别透过邮件的方式 与TOKIDO进行了一场采访 要来问问他在体验豪鬼后的心得 他也透露了很快就能在比赛上 看得还用豪鬼啦 那么就来看一下他还分享了什么吧 等了11个月差不多要一年了 玩家期待的豪鬼终于要来啦 当然TOKIDO也跟我们一样 十分的期待啦 而他作为一位很常用豪鬼的职业选手 也分享了他最新版本豪鬼的一些独到见解啦 首先呢他对Strike Fighter 6的豪鬼是十分满意的 特别是豪鬼标志性的顺域杀技能 他觉得非常的酷训 前面自己也觉得超帅的 比起五代的顺域杀这代多了16个字 虽然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不过就是帅 有关注TOKIDO的玩家一定知道 他也去到日本普郡体验豪鬼啦 他表示在那里体验到了新的豪鬼 也分享那边的气氛就像是一个真实的战斗中心 也就是游戏里的Battle Hub 玩家与玩家之间的交流 一同畅聊Strike Fighter 6的新版本 他也提到在交流的过程中 其他玩家都认为豪鬼在一般情况下 能打出各种的打法 这在游戏中也是至关重要的 当然TOKIDO在2017年的EVO賽事中 使用豪鬼赢得的Strike Fighter 5冠军 相信大家都印象深刻吧 见此机会我们也问了他 关于这次Strike Fighter 6的豪鬼 跟以往的Strike Fighter 5的豪鬼 有什么区别呢 而他也回应到 相比起Strike Fighter 5 Strike Fighter 6中的豪鬼就没有V Trigger 因为在Strike Fighter 5中 由于V Trigger的存在 豪鬼相对的容易获胜 因此他对于Strike Fighter 6中 会有怎样的替代机制充满的期待 就让我们一起期待 融合了Dry System的豪鬼 能在Strike Fighter 6里怎样大展拳脚吧 他还提到豪鬼在Strike Fighter 6中 用有一些来自Tekken 7的新招式 也就是说灼热灭掌 也认为这个招式 他可以很好的运用 来打出一些高伤害的连招 玩家到时来跟着TOKIDO 一起学连招吧 另外大家比较关注的问题 当然少不了 究竟豪鬼在Strike Fighter 6里 会不会成为Top tier的角色呢 而TOKIDO也给了我们一些解答 他认为豪鬼虽然血量比较低 但他的速度是很快的 玩法也非常有趣 他自己也希望豪鬼能成为Top tier的角色 而大家到底几时才能看到 TOKIDO在比赛中用豪鬼呢 我们也帮玩家问了 他表示会在5月31日的 美国DreamHack比赛上使用豪鬼啦 也希望到时能展示豪鬼的全部潜力 玩家就一起期待吧 最后我们也问了一些比较轻松的问题 他是Strike Fighter 6豪鬼的第二套服装 也就是OG的服装 TOKIDO觉得如何呢 他就表示OG的服装还可以 但他更想要使用豪鬼的新服装 他认为新的服装 看起来速度和力量都更加的出众 也分享了他对豪鬼第三套服装的期待 他认为如果第三套服装 Syber Akuma的话将会非常的有趣 不过他还是更倾向使用普通的服装 当然不久前官方也宣布了 新角色第三套服装啦 Syber好鬼就没有啦 来了个真正的日本鬼 Oni 就希望官方之后 能出个Syber Akuma的服装吧 以上就是小编和职业选手TOKIDO的 邮件采访内容啦 如果玩家想看文字版的采访 也能到玩游戏的网站上阅读哦 还有也要特别感谢他 抽空跟我们进行采访 回答我们的问题啦 如果你想看到更多TOKIDO的采访 也能看看我们之前的影片哦 然后好鬼将在5月22日 登陆Syber Akuma的6啦 玩家要被选来念呢 也期待TOKIDO在美国Dreamhack的比赛中的表现吧 那么感谢你的收看 如果喜欢我们影片的话 记得按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咯 还有记得打开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最新影片啦 这里是CP小编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